心想中于能为父亲静点教道。 见传师忽仙时, 在佛堂外门口处的支里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。 这仪式叫忽仙, 是呼叫王陵进佛堂以寿命师逆旨的仪式。 这时站在佛堂外面的站, 长更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污秽破烂的衣服, 满面鲜血灵离地走过来。 他依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持叫爸爸, 爸爸然他父亲礼也不礼, 甚至不看他一眼。